谁了解中年男人的无力和心酸 我今年49岁是一个厨子 干这行都将近20年了 钱没攒下多少到攒下一身的病 肩周炎网球肘静脉曲张 故事后三种职业最苦 撑船打铁磨豆腐 现代第一苦就是厨师了 全年没有休息日 越是节假日越忙越累 本打算再干几年攒个养老钱 可没想到发生了变故 昨天最后一桌菜炒完都十点了 我的两只胳膊累得都失去了知觉 一酷兜子的汗 向无数只小虫子在身上爬 齐痒难忍 刘师傅 炒个自然羊肉 再做个溜豆腐 晚上喝点 哦哦 我刚要关火 心想 这老板今天怎么舍得出血了 每天员工餐不是白菜豆腐 就是土豆茄子的 有一次切堆的多配出一道菜的料 我做了一个第三仙 他那脸拉拉的都快到脚面了 当时我都想摔大勺不干了 可想想一家老小好几张嘴等着我呢 还是忍着了 菜炒好放到桌子上 老板给我倒了杯白酒 这是咋了 我心里忽然七上八下的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老板 这不年不节的喝啥酒 哈哈 没事 老板脸上挤出一点笑 老板先是和我聊了聊 这些年 他的饭店从小到大的历程 又说了一些虚头巴脑的客气话 平时怎么没见他这样 天天阴着脸 前堂后厨的 腰五喝六的 我只是在旁边敷衍着 他边说还挤出几滴鳄鱼式的眼泪 之后话方一转 刘师傅 不好意思啊 但明天起 你得另谋高就了 我家店小养不住你了 啊 我有点懵 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我在他家都干八年了 一直尽心尽力 从来没浪费他一滴油 一粒烟 这忽然就给我辞了 感情这顿饭是鸿门宴啊 刚送到嘴里的酒 怎么都咽不下去了 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 不知道是油烟呛的 还是酒辣的 对不住啊 刘师傅 这是这个月的工资 老板皮笑肉不笑的 从兜里掏出一打钱 没关系 到哪里都吃饭 我强装淡定 其实内心早就波涛汹涌 我不能表现出失落和颓专 男人的自尊不允许 我挺了挺 酸痛的腰背 那我还有事 就不奉陪了 老板皮笑肉不笑的 离桌了 服务员和切堆的 还有刷碗大姐 也都吃完了走了 我慢慢起身 环顾一下厨房 看着这个我拼命干了八年 天天晖汗如雨的地方 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出了饭店 瑟瑟秋风扑面而来 这一刻起 我失业了 以前盼着能歇一天两天的 可丢了工作 又感觉自己 成了没有方向的扶贫 刘师傅 拐弯处的洗碗大姐喊我 大姐 你咋还没走呢 我仅跑几步 刘师傅 别上火啊 老板他们早就要辞你了 嫌你岁数有点大了 明天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厨师要来了 哎 现在岁数大了 哪都不爱用 也不知道 啥时候我就被死了呢 大姐一脸茫然 不会的 大姐 我拍拍善良大姐的肩膀 转身在茫茫夜色里走走停停 我回到锁住的地方 整个小区已经基本熄灯了 自己家的窗户还有一抹浅黄色的灯光在跳跃 那是小女儿挑灯夜读 高三了 课程越来越紧 补课程越来越来越贵 我看下个月用的 这时电话响起来了 一看是73岁的老妈打来的 我的心意紧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他总说不舒服 胃胀 头晕 妈 你这么晚打电话 有事吗 二喜 妈好像扛不住了 今天吐了好几次 肋骨两侧疼得实在受不了 走路直张蹦 老妈虚弱的说 那明天去省大医院检查一下吧 咱这里也看不明白啥 那饭店谁替你啊 老妈现在还在担心我的工作 我心头一热 眼泪差点掉下来 坚强了一辈子的老妈 如果不是病的不行了 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年轻时小手指割坏了 还坚持给我们兄妹洗衣做饭 最后都烂到骨头 险些得了败血症 小手指截去了才保住命 即使那样 老妈都没坑一声 现在我都当父亲了 也没让她享一天的福 不是不孝 是心有余 而利益不足啊 结婚时就是穷底 之后开饭店又赔了一把 然后又买学区房 就为了孩子能出人头地 别像我似的干最低等的活 这些年除了买房 供孩子上学 一分钱没攒下 我都快五年没买新衣服了 哎 一年盼一年 可一年比一年紧吧 我在家门口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推门进屋了 老婆歪在沙发上 一脸疲惫 她在街口卖烤地瓜 每天又是引火 又是推车 又烤又卖 还得看着城管 真的特别的辛苦 五十岁不到 糟得跟六十多似的 怎么又回来的这么晚 天天加班 也不涨工资 老婆又开始了唠叨模式 来着客人 我刚想说我失业了 可到嗓思眼的话 又生生咽了回去 马上交取暖费了 还有姑娘的补课费 得八千多 我的钱都还房贷了 就等你开工资了 哦 知道了 我忽然一阵眩晕 可几秒钟又清醒过了 突然有一种感觉 如果晕过去 永远不醒 是不是也挺好的 我木然地洗完脚 躺在床上 往常早就睡得像个死猪 可今晚怎么也睡不着 明天该怎么办啊 老妈的病不能耽误 孩子的补课费也得交 我还失业了 哎 感觉心都没缝了 我转过身 把手搭在老婆身上 拿开 烦死了 一身的油烟味 洗澡去 老婆扔开我的手 她还以为 我有那想法 其实 我只想让她抱抱我 给我点温暖和安慰 哪还有那心思和体力 这一刻 眼泪不可控制的流了下来 好多年没哭了 男人流泻不流泪 可今天 真的控制不住了 我怕吵醒老婆 下了床 站在阳台 眺望窗外 黑漆漆的夜空 几颗星星 在眨着眼睛 城市沉浸在睡梦中 爸爸 你咋醒了 女儿轻轻喊我 姑娘 你咋还没睡 我赶紧擦去眼角的泪痕 我还有一道题没算明白 女儿说 宝贝早点睡 爸爸爱你 我脱口而出 爸爸 我也爱你 女儿甜甜的说 还对我做了个鬼脸 看着女儿转身进了房间 门玻璃透出橘色的光运 我的心瞬间暖暖的 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你咋试着眼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